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車車柴安 我今天就要拍一個Vlog 因為我今天其實是我第一次參加尾牙 我有去過尾牙 但是都是去表演一下下就離開的那種 住台北的朋友 我發現我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要去參加某一個活動 然後要穿正式一點的衣服的時候 就不就是要穿高跟鞋跟裙子養妝那種嗎 但是你怎麼坐捷運啊 我要這樣走十幾分鐘 還好吧 可是真的拜託有人跟我說 住台北的時候該怎麼避免這樣的問題啊 我看其他女生也平常沒有帶那麼多東西 所以有什麼方法是我不知道的嗎 我過馬路就到了 我剛剛問幾位 請問二方底下是在哪裏 他說Beeem I'm ready 位置我不知道我要坐 這裡是那裏 這裏是在哪裏 上次拍照的時候 我們有認識一個新家裏 的Youtuber 哇 我是韓國來的美勒 拍美勒 你要不要簡單的介紹一下你頻道 在做什麼樣的影片 我做什麼樣的影片 因為這是我在台灣送貨的影片 學台灣的文化 因為我來台灣就一年住 所以我還不了解台灣 吃東西還是 文化 文化 之類的 那你中文是來到台灣才開始學的嗎 對 喔好強 那有去去的話 一定要過去看一下她頻道 嗨 我上次是Youtube 我上次是Youtube 我想拍什麼樣的影片 我是平常會拍韓國美式介紹 就在台灣有的 煮熬製的韓式料理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韓式 都可以來我的頻道 跟韓國 我覺得你拍過最喜歡的影片是哪裏 其實我上次跟台灣明星 有一號見面 有快到她的訪問 所以那時候我就 太昏倒了 它很帥 今天認識了馬鈴薯 嗨馬鈴薯 他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有討論到一些 租音方面 對 我覺得太酷了 因為我們都不會租音 對 我們都是用拼音 學中文 都會寫中文的 所以我們手機輸入法 也都是用拼音的 對 好 這跟他頻道沒有關係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那頻道平常在介紹什麼樣的東西呢 現在都是以銅板美食為主 就是那種很薄心 十元啊十五元的那種 最近有沒有什麼拍的人 覺得你自己很喜歡的影片 可能就是黃昏市場美食吧 因為我最近在分享黃昏市場美食 就是我覺得 除了夜市其實黃昏市場美食 超薄心 你剛剛講台語嗎 對 我剛剛講台語 黃昏夜市你知道是什麼 黃昏市場 你知道嗎黃昏市場 在哪裡 很多地方都 欸 蛤 這麼解釋 它的意思是說 不是不是 下午的市場 不是不是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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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的感覺 就是有興趣的人 一定要過去看一下 謝謝馬鈴薯 謝謝 那要不要順便介紹一下 相機後面的 帥哥 我嗎 大家好 我是Muteer Deer 擔任水燦的攝影師 你說你是平常介紹你的跟愛情相關 戀愛 戀愛 星座 算命 好怕喔 都會喔 今年的願望是想學人類圖 哇 你會覺得他的聲音就很適合嗎 對啊 很適合做Podcast 真的嗎 做Podcast是不是 會讓人很想聽下去對不對 我知道 我知道 佐伯 不關的動作 我們樂 shows 沒得到 不關的刀子 要完全地露卡上面類叫做做過關咯 主要 我們這台的我們有一些上座者 完全兩下的轉會有少帶的機會咯 誒 有人會看嗎 有 有 後面超強 超強 會日文 啊會泰文 猜出每一箱的圈 有可能 對 有可能 猜到對為止 3 2 1 3 開始了 可以直接開始 我想說超強系列是誰 超強系列是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穿灰色西裝 白色T恤 超強系列 妳好 對對對 是我 對 是我介紹的 對 吹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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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好 這邊這邊 哇 這女明星脫外套很那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一 一二三 再一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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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麗塑 在哪裡 那我在哪裡 那誰個喜歡多少 台灣小的 那你要寫下 三個台灣小的小的 然後他要猜中妳其中一個喜歡 但我沒有太重點的話 那我就 我都把我做關了 我們該講過的 這樣嗎? 居然還有試選預期 對啊 就說必須 可待你 你剛剛已經有聊過了嗎? 對對對 我們剛剛其實一直都有在聊 整個台灣的小吃 所以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台灣小吃 下的超過苦惡湯圓 黑芝麻湯圓 哦哦哦哦哦 美國沒有湯圓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好了是 第一次找到 黑芝麻湯圓 攝影師 攝影師 有拉米霜 哦哦 真的啊 這雞排 哦耶 這雞排 結束了耶 耶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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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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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